《听力报告》由听力学家赞写 报告记录学生接受听力测验的结果 并附有听力图 听力学家会就学生的听力状况作出相关的建议 我们可以透过听力图得知学生的听力状况 听力图上标示频率的单位为HOTG 听力学家会由低频250克G至高频8000克G 测试学生 低频的例子有 鼓声 高频的例子有 哨子声 而标示音量的单位为分贝 数值越大 表示音量越大 小声的例子有 落叶声 大声的例子有 飞机声 听力学家会记录学生在每个频率需要几大分贝才接收到声音 听力值在0-25分贝的就属于正常听力 听障程度可以分为五个级别 听障程度在26-40分贝属于轻度弱听 听障程度在41-55分贝属于中度弱听 听障程度在56-70分贝属于中度弱听 听障程度在71-90分贝属于严重弱听 听障程度大过90分贝属于深度弱听 左右耳的结果 会分别用圆圈和交叉表示 圆圈代表右耳气度听域 交叉代表左耳气度听域 听障程度 左右耳气度听域和左耳气度听域连成线 这就是我们在听力图上看到的两条线 在线上的地方就是学生听不到的声音 配戴助听器的学生会进行声场测试 听力学家会透过阳声器来检视学生配戴助听器后的效果 V和H的符号分别标示了学生的左右耳 使用助听仪器之后的听力状况 报告也会注明学生使用助听仪器的类别和型号 经家长同意 报告会提供给学校作参考 按照节制读 code赐助 adapt证 代表会提供alar 触学者替回应画 技术 发展護她的通风际 带制误 感谢观看